我之前就是應酬 應到有職業傷害 為什麼要應酬 因為開酒吧 朋友去 你又不能不去 妳就餐酒館 對 所以一定朋友來還是得去 那喝喝喝 所以那時候 大概就去年的時候 我就是那陣子一直喝喝到變很胖 喝到幾點 因為我們店大開要3點 所以我就大概4點才回家 喝到4點 對 然後其實那陣子身體非常差 然後有一天我就是 大概凌晨5 6點起來的時候 我就去吐了 就吐完後 我就發現媽頭裡面有血 我喝到吐血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我才幾歲 然後我就喝到吐血 然後我就很害怕 我就趕快去醫院掛急診 然後那時候掛急診的時候 醫生一開始我說 他一開始看我好像沒什麼狀況 他還說妳這樣應該不用掛急診 我說醫生我吐血 我吐血 就奇勢崩潰 然後醫生就幫我檢查 然後他說還好 就是器官什麼都沒什麼問題 是我太常嘔吐有點拉扯到 就是一些黏膜 有點破皮這樣 對 所以是很輕微的 但是他說他覺得 我不應該這樣長期喝酒 因為其實對身體不好 所以後來我就非常聰明的 就是算說還是去酒吧要應酬 直接注射酒精 不是 因為你手上還是得拿一個酒杯 因為大家要喝的時候 你還是得拿 套一下假酒 不行 因為他們都會檢查 我的朋友都很賊 就是會檢查我是不是真的喝酒 所以我到後來就喝養命酒 就是對身體好的酒 而且是日本一個很有名的大廠 一個養命酒的品牌 他就出了一個 做成這麼可愛 對 養命酒 好像燒酒一樣 他後來就出了水果口味的 而且它裡面都是很多 就是中藥成分 所以喝了是真的可以幫助身體 而且我也是喝了以後 手腳就不冰冷了 真的喔 他就叫養命酒 他就叫養命酒 日本一個很大很大的品牌 然後我給宋醫師看一下 然後後來我就每一天 真的都喝他 因為你去店裡還是得拿酒 我就每一天喝 然後對身體也比較好 後來就沒有這種狀況 然後手腳冰冷的問題也改善 所以健康的部分 安格斯老師 好 那健康部分 有三個星座 其實要格外注意的 既然都說是健康年了 會上這個榜 他的健康一定是 5152的 堪憂 好 我們先講 2019年身體健康 維持壓力 謝老師 謝老師 我們首先講到是 勞頓導致於氣色的憔悴 獅子座可能會有很多的 我們對一般上班族來說 他可能是出差 或是調單位 對一般如果是自由供餓者 他就是外地 有一些合作欠然你非得要去 所以基本上 我們先講說勞頓導致於氣色的喬悴 原則上獅子座首相注意就是 皮膚方面的疾病 所以做好保養至關重要 至少對獅子座來說 對 那就沒問題了 對 那你有本事的話 在2019年你就要像獅子 像Sam老師這樣 你要保養好你自己的外在 因為氣色不好 對獅子來說 是一個運勢不好的象徵 你看原野上 只要金光閃閃的 他通常都是獅王之中 競爭比較容易贏的 所以外在對獅子非常重要 首先要講到是 建築舒適的私人空間 他可以讓你 這沒問題 他可以讓你有很多的放鬆 有 那獅子需要是心靜的環節 謝老師家很麻煩 再買一間 謝老師跟他問一問你 就是萬一他頭髮 要不要像子晴一樣 如果獅子真的要染髮 你應該走紫色藍色深的 真的還假的 對 它是獅子的顏色 就是在2019年的幸運色 紫色系 藍色系 接下來我們來講處女座 處女座 要注意的是上下半年 一開始的那個月份 17月 就要開始了 那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知道處女座 照理來講生活是很有規則的 然後很愛乾淨的 好 就放在這一點 處女座在2019年 很難維持乾淨 所以處女座會有很多不良習慣 導致於疾病的產生 那過去 不要再怕我 好緊張 你好講 比如說小可這個習慣 可能就會提早變地中海大叔 然後他出現 但是主要是說 我們講不良習慣是 作息固然是一種 但有時候是你隨手的小習慣 就好像是說我們吃了飯 以往都會去洗手 但是疏忽了這件事情之後 你就可能因此吃辣椎 就一直生理就壞了 處女座會有很多作息 造成的生理疾病 好 那這個部分也是要預防 特別對女生來說 那做的方式 可以用食譜去調整 那處女座原則上 其實在這一年 算是一個健康狀況 非常起伏的一年 好的時候你會覺得 一切都回來了 馬上接著壞的事又發生 因為我要懷孕了吧 是嗎 Oh my God 真的就不行了 可以... 太小了耶 謝謝 謝謝 好